5G第五代行動網路到底有多快 網速平均10GB 比4G網速至少快了10倍 一秒就能下載電影 5G成效站12號也提前開打 NCC舉行4G網路第三波頻譜執照的競標 2100MHz及1800MHz頻段 共將釋出150MHz的頻寬 五大電信勞動都親自出馬 因為所有的人都是董事長來 所以我在裡面 雖然聲音沙啞還是要應稱的 戴著口罩身體微樣 台灣大董做菜民中不多表態 總經理鄭俊卿則說會盡力而為 對每次競標都非常慎重 這個基地台共用頻譜 把有限的資源最有效的應用 富邦遠東兩大集團強卡位 遠程勞董徐旭東則是信心滿滿 雅太電信也不甘示弱 董事長呂芳明87透露 黃海董事長郭董早就把銀彈準備好 應該是在4G的頻譜裡面是最後一次 接下來應該就是往5G的頻譜 如果股東會講過至少10 至少10 我們有所準備 有所準備 五大電信業者全力衝刺搶頻寬 要讓網速升級 但民眾如何真的有感 引體設備也要加快更新 東三財經新聞柴平神域團楊昭 台北報導